佛光大学是新明大师创办的人间大学 开办全国第一个佛教学院 招生对象是各国优秀精英 学成后归国将是各大寺院道场的主持与佛门掌舵者 109年9月11日 宜兰全民共僧行动团 来到佛光大学云水宣三楼佛堂 请求来自各国的僧企学生接受供养 宜兰县全民共佛摘森功德会会长朱如文表示 星云大师在宜兰创办佛光大学 并且成立佛教学院 是对宜兰人最大的祝福 疫情期间各国僧侣关怀国人心切 因此特别来到佛光大学共僧 我们要请家修行 我们请家共养生活 做更大的故事 把所有的功德借助国土的慈悲 佛光浮照 希望国土悲天允言 天生浩荷 让武汉的疫情 早日曾经消灭 这个武汉共和的灾情 让大家身心安乐 刺激平安 让世界和平 感性幸福 再次感谢国光大学 佛学院之位师父 慈悲力赢 让我们供养 希望之位师父 慈悲消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 供养者自佛堂出班 以前进的心意 礼拜十方佛 令在座的法师相当感动 问之 供养者供养仪轨 殊胜顺利 礼敬应供法师 供养仪轨 礼拜 请起立 问 请 请出班 代表县长官吏的副县长林建荣表示 疫情期间 宗教的力量带给台湾人民大大的慰藉 共生行动团 更以身示现 礼敬诸佛称赞如来 意义非凡 我们非常感谢朱会长所领导的功德会 经常办灾身法会 我们各位大德的善心 异群 我们非常敬佩 佛教 佛教 是我们台湾最大的一个宗教 我们西平纳是 抵赞人间佛教 抵赞三好运动 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来普渡众生 进化 人性 改善社会风气 所以我们非常敬佩 台越佛教交流协会理事长纯敬法师 代表应供法师致辞 谢谢参与供养的师兄师姐 以供养三宝方式为疫情祈福 今天板线会长邀请我来这边 是因为我的同乡 他说这边有多越南的法师 但是呢 我来到这边 是好像为了我自己 因为我民国99年 就在这边读书 那我第一天来台湾 就得见到佛光大学徒 所以我回到这边 是很熟悉的地方 就那一步 都是我走过的地方 所以很感动 谢谢会长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佛光大学学务长 永东法师表示 感谢宜乐县全民共佛斋僧功德会 过去三年来 举办大型的共佛斋僧法会 虽然因为距离较远 而无法带着佛教学院的 生且学生与会 但疫情关系 反而有了行动共生的姻缘 在佛光大学 与大家结缘 真是姻缘难得 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 改变过去的作法 特别呢 利盈到佛光大学 来加回我们这些人 从大概有越南 马来西亚 缅甸 还有澳洲 因为我也是澳洲来的 等等这些 等于说配合政府的南向政策 我们也很积极配合政府 去召南部 南半球的学生过来 非常感谢你们 来教会我们这些学者 那一般呢 就说会送自己的同众 到其他国家去书学 大概都是重点在那个队下 所以今天坦白讲 能够把这些精英工具堂 这也是南朝南日的因缘 我们要校长刚好 出导万神次去 做内包好继续 做我们的代表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感谢国防大学 也感谢董东法师 为我们全民共和战胜功德会 开了这么一散 方便师们 伤好诗给 我相信我们今天在这里 学习了非常非常的多 因为你们的这份发心 你们这份的身口意 亲近来供养这个功德 让所有的身重 更提醒自己 尤其今年碰到 COVID-19的新冠肺炎 这么样严重 更需要 不只说 今天的功德 可以像给所有你们来供养的这些生在家之旨之外 我们要把回小向大 每天每天更要在道业上 学业上 红法事业上 更加的精进修行 精进努力 为感谢供养者来到佛光大学 永东法师特别将敬拜佛陀的素果 分享给与会的大众 拿到苹果的供养者 如同获得佛祖的祝福 法喜充满平安喜乐 回去吃平安 我们感谢佛光大学的吃飞 谢谢 也谢谢各位师兄师姐 今天的丽领与会 感谢 最后各国法师们 也与宜兰全民共僧行动团 一起合影 留下历史性的时刻 今天很感谢所有与会的法师们 感谢你们圆满了这一次的共和三生 长养我们信心的慈悲 感恩你们 祝福你们法体昌态 法为常转